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這樣錯了吧 沒錯啊! 歡迎來到第二個小時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第二個小時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我是瑪莉 嗨 我是瑪莉 這個小時是我們的生活滅火大會 最近你有看到什麼東西想買 想問大家的意見 或是你覺得 噢 nononoono這個東西 chotamate 你可能先不要買生活滅火大會開始囉 我今天第一個想問大家 要不要生活滅火的是 我看到一個就是 除了掛在衣櫃裡面會有一些防潮 因為台灣很潮濕 防潮的 然後或是香香的那種熊寶貝 我看到一個叫做防霉掛片 就是一樣是掛在那邊 可是會防霉 是讓衣服比較不會 發霉喔? 那個效果 好奇 對有人真的在你的衣櫃掛過防霉貼片嗎 你有覺得效果好很多嗎 可以讓衣服活久一點嗎 好 可以告訴我們 你現在是上傳了是不是 對 對 聽覺會師 不四言會 不四言會 第二彈已經上傳 對 嗨你好 哈囉你好 我是滴滴 你是誰 有聽到嗎 你是 我是滴滴 滴滴喔 是的 真的 喔你要生活滅活什麼呢 欸 不是在畫臉嗎 喔你想要被畫臉喔 是的我想要被畫臉 怎樣你還要在畫臉嗎 畫阿 哇喔 這種垃圾你要多少給你多少 什麼垃圾 你剛畫那個很寫實欸 那個眼睛有靈魂欸 我也要靈魂 你也要靈魂 對 不是我的意思是說 他畫的東西感覺會把我的靈魂抽走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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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什麼稱呼嗎 他叫DV啊 DVDV 好 這一次你要從哪裡開始呢 這一次我想先從嘴巴開始 你的嘴巴 呃 唇型就是 封唇還是 薄唇呢 嗯 一般耶 一般 那你的上唇比較厚 還是下唇比較厚 下唇比較厚 呃 然後你的嘴巴 在你的下半張臉的幾分之幾 幾分之幾 哦 他在正中間嘛對不對 嗯 然後你的左右兩邊還有多少的指頭好了 你用指頭算 左右兩邊耶 指頭 嗯 就是你的嘴角到你的 你的嘴角到你的 對 臉的邊緣還有幾個指頭 大概 四分幾頭 四根指頭 好 然後你的臉型是 方的還是圓的 四根指頭 圓的吧 圓的圓的 圓的 圓的 棒球那麼圓嗎 然後你有下巴嗎 然後你有下巴嗎 你有下巴嗎 下巴 不用了吧 就這樣 沒有沒有沒有下巴 沒有下巴 嗯 然後你的鼻子的鼻頭是圓的嗎 鼻頭是圓的 鼻子大嗎 沒有很大 你有鼻樑嗎 我沒有鼻樑 從正面看你看到鼻孔嗎 看不到 好 那接下來交給你訓問吧 好的 我現在還活在那個嘴角到咀嚼肌四根指頭這件事情 沒有下巴圓臉的一個人 圓鼻頭沒有鼻樑正面沒有鼻孔 好 好 那 欸你的 欸我們有聊到你的臉型了嗎 圓型啊 圓型 可是你是一個 你是橢圓還是正圓 正圓 正圓 正圓形 他說像棒球啊 棒球是我問 我覺得他蠻隨便回答 說對對對棒球棒球 你的眼 那你是雙眼皮還是單眼皮 單眼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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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鳳眼嗎 小狗眼嗎 欸鳳眼 皮鳳眼大一點 比鳳眼 比鳳眼 的鳳眼 你有鳳眼嗎 你有像花木蘭那樣嗎 沒有到那麼誇張 但是就是 嗯 就比鳳眼大一點的鳳眼 那你是 那個中間眼睛比較大一點點這樣 你是一個瑞麗的單眼皮 還是一個需要提眼瞼肌肉的單眼皮 瑞麗的單眼皮 瑞麗的單眼皮 換得很瑞麗 眼尾是往上的是不是 眼尾是往上的 眼尾是往上的 那你的 眼睛是小的 對不對 好 眼睛是小的 好 眼睛是小的 不是畫一個你心目中的人 是畫你本人 我覺得比例算很小 你說一眼看過去 在你的棒球上面 你的眼睛蠻小的 對 但是是個瑞麗的鳳眼 那你的眼尾距離你的臉的 又有幾個指頭呢 眼尾喔 眼尾距離 大概 兩個指頭 兩個 ok 好的 那你你你笑起來 是會有那個什麼蘋果肌感覺很大嗎 有 瑞麗啊 所以你是一個 你是一個還有baby fat 嬰兒肥的人 是的 好 那你會露耳朵嗎 露耳朵 不會 不會露耳朵 所以你的髮型是蓋住你的耳朵的 對 有瀏海 請您敘述你的髮型是什麼 我都 嗯 就是前面有瀏海 剪皮的 然後 頭髮 旁邊 就是 放到 嗯 肩 肩膀吧 肩膀 頭髮到肩膀 中頭髮 所以你的頭髮會 你的頭髮會蓋住你的臉對不對 會蓋住耳朵 會蓋住 會蓋住 騎瀏海又是騎得到肩膀 所以是一個 蠻 規矩的學生髮型 那種感覺 對 然後沒有沒有什麼 層次這樣子 對 然後有戴眼鏡嗎 有有戴眼鏡圓的 圓 圓框眼鏡喔 對 那你的圓框眼鏡是 大圓框還是小圓框 你剛說什麼修士頓框 波士頓 波士頓 波士頓框是什麼啊 喔 反正就是圓的大的那一種 又圓又大的 這叫波士頓框喔 就是上面比較寬一點 就下面收下來的那一種圓框 天啊 我先給你看一下骨架 你期待嗎 因為我自己腦中現在有一個 他的樣子 是這樣嗎 完全不是 天啊 那我問你一個關鍵性的問題 我現在看到那個 不四眼會揮浩大師畫出來 你本人給人家第一印象 邪惡嗎 就是好親近嗎 好親近的 是個好親近的人 因為帶波士頓框的關係吧 所以近框是讓他善良的重點 近框是重點 那你的近框會框住你所有的眼睛嗎 近框會框住 欸 呃 會 會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什麼樣 呃 我現在不知道怎麼 呃 你覺得我們需要畫出 你有點平 那個嬰兒肥的感覺嗎 你覺得你 可以啊 就畫啊 不是啦 我是問你說給人家看起來 就是你現在照鏡 你會覺得欸這個人就是很明顯 他的臉就是這樣 憨憨憨憨這樣子嗎 是的 因為就是真的長這樣 OK 嗯 我明白了 瑞麗的鳳眼 沒有鼻樑 鼻頭圓 鼻孔不外露 正常的嘴巴 上面比較薄 嘴角距離咀嚼肌四根指頭 有一個波士頓圓框騎流海期間的規矩 中長髮 然後 嬰兒肥 是這樣沒錯吧 是的 明白明白 DV 敬請期待囉 好 掰掰 謝謝 掰掰 嗨 RUN DEVIL RUN 真的是要快跑欸 這個 真的是要趕快跑啊 欸但我覺得這次打電話進來比起 我記得以前有時候大家都對於自己的臉型不慎了解那種感覺 所以我我我這樣我應該是這樣吧 今天都好像蠻準確覺得自己是什麼樣子的 雖然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天啊我正面看你還想說你在進行什麼大案子 是一個設計師在趕稿是要趕一些工程圖嗎 他說他不明白為何我那麼切 該 他總是說我才不樂觀不容易 他 他 白天是說我好愛好愛他 他深夜卻突然 懂不懂說要分開 我想像 就放著筆紙當中 曾被撕下來 從深處原來存在 天使與魔鬼的對話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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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一片隱瞞 會有我怕失去啊 又怕被愛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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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懷疑的是否該 還不該 還剩我這樣的女孩 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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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支援前線告訴我 什麼是波士頓框眼鏡 就是這個鏡框其實蠻常看到的 真的就是 不是我想像中 我以為他是正圓形的 對我以為正圓形 我已經畫完了正圓形欸可惡 但其實他就是一般 現在大家很常用的那種鏡框 剛剛那什麼廢話 大家常用的鏡框 你們都在上海 只剩下我在對抗 天使與魔鬼的對話 我跟你說 大家的藝術都被撩起來了 群組裡面紛紛畫上了 波士頓框配瑞麗鳳眼 沒有鼻樑鼻孔不外露鼻桃圓 還有一個正常嘴巴 跟齊六海中長髮的女生 他們都長得 很不友善 但是沒有問眉毛跟眼睛啊 眼睛他有啊 就是他覺得一般大小啊 然後是單眼皮啊 偏一點鳳眼 不是他眼珠眼珠 喔 然後眉毛啊沒問啊 對不對 沒問眉毛 啊我忘了問他騎流海多長了 對啊 是不是蓋住眉毛的 對啊 但你們這些畫的這些人 都很像是同一般的同學 對 好啦我決定就這樣了 天啊 這是什麼 這是依夫人吧 這是依夫人年輕求學的手法 哈哈哈哈 請問這個也會上傳到圈圓點的臉書嗎 圈圓點也該不會今天要發八篇文吧 只說大家都想要被不視眼會畫是不是 這樣子一直洗版上去這樣可以嗎 沒差吧 這個社群才有人在看吧 哈哈哈哈 不是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現在繪畫魂上升了 你還要持續徵求的話 我們就是一路畫在一起把它上傳 就不要一片一片上傳 還是這個就是一個看起來很奇怪的依夫人 他就是要當今天的閉門畫作呢 您決定您決定 您空音您決定 您先來講句話是不是 我都可以啊 打電話進來吧 詞艇 我們在您的目標 我們都已經eless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你继续回来 哥哥妹妹有意思 我是玛丽 嗨 我是马克 透过马克的听觉 马克的想象 马克的双手为你画出不似言会 今天期间限定开放 02-2363-9955 2363-9955 但我觉得最神秘的是 大家都在听一样东西 画出来的 你的像依夫人 听众画的也像依夫人 就是会走向同一条道路 我觉得好 好可爱 请问我们的听觉会师 1234 您想要挑哪一名顾客呢 我挑3 嗨你好 你好 嗨你好 马克马丁 颤森啊 嗨 颤森 颤森 是 你要被画是不是 没错 那颤森先从脸型开始好了 颤森你的脸是哪一种脸 我的脸是长脸 长脸 下巴是尖的吗 还是方的 最近店比较胖 所以是尖但是有肉肉 尖又有肉肉 尖有肉肉 所以是长方形吗 额对 大家都会被带着走 那你的头发是短的吗 额我是五分头 五分头 所以算是平头对不对 对 那黄力行是几分 黄力行是三分 一两分 两三分 黄力行的两倍就对了 就是平头 那你的平头是 那你有M型凸吗 我我我我 额法量 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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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少一点 法量比较少 那你有没有那两个角角往上吗 没有 没有 所以你的额头是平的 法际线是平的 对 那你耳上有推吗 还是 额会推 会会给我推那种很潮化两条线跑道在旁边 咻咻咻这样吗 额点直的时候有 现在不会了 耳朵的下缘是在鼻子的哪边呢 鼻子我看一下 额我现在看 额 听不懂 就是额 额 额 额耳朵的下缘 对 额多的下缘 额多的下缘 额 额 我不懂那意思 就是你的耳朵的上缘 如果往你的脸这边画 比如说是到你的眼睛下方 比眼睛高还是比眼睛低 比眼睛低 好 那你有耳垂吗 还是你的耳朵是直接连到皮肤上哪一种 额 有一点点耳垂 好 小耳垂 对 对 那你的鼻子是哪一种 我的鼻子是 额 一般的鼻子 但是鼻孔有一点点大 鼻孔有一点大 所以正面可能看到你的皮肛 一点点 一点点 只能有一点点皮肛 对 好 那你的眼睛是哪一种 我是单眼皮 单眼皮 不大啦 啊 眼睛不大 单眼皮 眼睛不大单眼皮 啊你的那个眼皮是会抛抛的那一种吗 额 额 额不会 但是我是戴眼镜 你什么框 我是黑色的大框 黑色大框 正方形 圆形 额正方形 正方形 你 你戴正方形大框喔 天啊 我跟你讲 你电话讲那么久 我从来没有想过欸 对啊 对啊 那你戴正方形大框的时候 我们正面看到你 还会很明显看到你的眉毛吗 额 会有一点点啊 就等于是 因为会被眼睛抬住 被眼睛抬住 啊你的眉毛 长吗 还是那种 有的人 有的男生 只有头有眉毛 后面就整个稀疏掉都没了 额 我后面不是稀疏 我后面有点下垂 对 蛤 那该不会还有很长的毛 可以挂下来吧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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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点下垂而已 下垂的眉毛 对对对 你的额头 额头 额头有几个指头宽 有几个手指宽 我看一下四个 所以是高额头啊 你四个手指头 然后才抵达你的 法际线喔 对啊 哇哦 那你的平头看起来是圆的 还是一个方的 额 有一点椭圆 有点椭圆 椭圆 然后下面配一个长脸 然后再一个肥下巴 额 没有到肥下巴啦 一点点露露的 就很像刚打玻尿酸的下巴嘛 还没削啊 好到嘴巴了 嘴巴是哪一种呢 嗯 小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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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你的嘴巴 跟你的鼻翼同宽吗 这么小 额没有那么小 对啦 因为我觉得你的脸 还是画得很不够长 哦 因为我真的把他的脸 想要太长了 一个 一个会这么自信说 我长脸 应该觉得他真的很长 哦 还要挑战吗 好啊 我自信被消磨了 我没有说你画的不好 我是说我们脑内的差异在哪 我们让听觉会师去 啊马上出发 怎么自信建立的这么快 嗨你好 哈哈哈哈 他站起来的速度好快 你好 你好 我是深江女 深江女你好 对对对对 我也要参加我们的听觉会师吗 没错 那深江女我们就先从你的脸型开始好吗 不要不要 我觉得我画脸开始不好 哼 我想先从你的鼻子开始 你的鼻头是圆的还是尖的 还是有阴勾的 呃 有点挺 但是有点鼻肉 你说鼻翼有一点肉 对对对 那你的鼻头是偏圆还是偏有一个尖的弧度呢 就是美徒秀秀我们挺鼻推到最高的时候 会有个鼻头出来那种 有一点点而已 一点点 没有没有 对呃 呃 圆应该说没有到圆 但是就是有一点点挺度这样 那你的鼻子到你的嘴巴有几个指头宽 鼻子到嘴巴 上圆 一个 一个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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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的嘴唇是薄唇还是后唇 下后上微薄 下后上微薄是有点像查理的嘴唇是不是 查理 他不知道查理是谁吧 好好好 有唇纹吗 没有 有唇舟暗沉吗 没有 你有 但是我的嘴巴没有很大 嘴巴不大 好 对 所以你的嘴角还是有超过你的鼻翼的 嘴角 对 一定有吧 谁嘴巴比鼻子小 很容易耶 因为我嘴巴真的太小了 你嘴巴真的太小了吧 我嘴巴真的很小 好 那我们现在要到眼睛的部分 等一下你你人中那两条线明显吗 我的人中 我如果凹进去那个地方还蛮明显的 还蛮明显的 对 好的 听觉慧师 我们要往眼睛走了吗 请 好的 山姜女 您的眼睛是哪一种呢 眼睛有一点点眼角往下 但是我的眼睛是圆的 圆的眼角往下 那你眼俱近吗 还是你是一只鱼 刚好耶 是刚好 不至于到 也没有说近或远 刚好的比例 那你的眼头往下画的话 会刚好跟你的鼻翼切齐那样的宽度吗 我的眼头往下画的话 差不多 差不多 对 好那眼皮 双眼皮 单眼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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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我们很多单眼皮耶 眉毛 眉毛有一点点眉峰 眉毛跟眼睛的距离 几个指头 呃 一个 又三分之一差不多 好 然后眉峰怎么样 眉峰有点往上 一点点 眉峰往上一点点 一点点 你觉得你是一个眉毛看起来浓密的人吗 还是比较 不 我都要去误眉 但你也误过眉了 眉峰往上一点点 这岂不是八字眉吗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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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 它是有一点眉峰 它不是平眉 眉峰是什么 眉峰上面那个角角啊 就是交割很明显的那个三角形 就是眉峰 对不对 有一点点眉峰 悟过眉 然后 你的圆眼单眼皮 但眼角微微往下 对 那你那个黑 眼睛黑黑的地方 眼白眼黑 黑比例怎么样 我的黑眼睛刚好 不会说太小 刚刚好 对 好的 我们听觉慧斯最重视的就是 你的眼角距离你旁边的脸 有多几根手指头 呃 我的眼喔 等一下 一个 又大概三分之一差不多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三根手指头 什么意思啊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是什么意思 一又三分之一差不多 什么是一又三分之一 一又三分之一跟手指头 对 你说这是什么眼睛到哪里 你说眼尾到哪边 旁边 眼尾到到对我的眼的旁边 耳朵有露出来吗 耳朵有 两根都热出来喔 热出来 对 耳朵不大 耳朵不大 上圆在 上圆在眼眼睛的上圆吗 眼睛上圆一点点 所以你的耳朵的下圆在鼻子的中间这样子 耳朵下圆在鼻子的中间 耳朵下圆在鼻子的中间 耳朵下圆在鼻子中间 我两下 是吗 等中差不多 那就很大啊 没有耶很小的 我的耳朵还蛮小的 哇完蛋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 那我眼睛鼻子嘴巴都要完全 那你会戴 你是有耳垂的人吗 一点点 一点点 你会戴耳环吗 很少 我有戴眼镜 你有戴眼镜是哪一种呢 金属的黑框眼镜 金属黑框眼镜 方吗还是偏圆 圆的 那上圆也是会少过你的眉毛这样子吗 就是刚好在眉毛位置 好我们最后30秒只剩发型的叙述了 好 我就是会把头发梳整 好 呃 马尾或 高马尾或是绑包包头 然后完全没刘海 对了 不会流刘海 哇梳得干干净净的空姐头就对了 就是会梳 对无法接受头发在 在额头上面 那你的脸型是 嗯 有一点点苹果肌 然后咀嚼肌 为了以防也有其他的听觉会师在同步进行 我为大家补充 刚刚生姜女她说她有一点苹果肌嘛 有一点咀嚼肌 她是有下巴的人 她其实呢算是一个脖子长的人 可是因为我忘了她说健身还什么的关系 导致她有斜方肌 有斜方肌的关系 又让她脖子看起来有一点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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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y researching 想要西程 好 怪多少晚 依然不晚 你是我的 信仰 因为爱就是爱 不解释你一叮咚 竟在不言中 是感应 是认定 是心跳的共鸣 一言就认得爱 是不解释 因为爱就是爱 肖黄奇的爱不解释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没有换眼镜的部分 其实我觉得眼镜应该要先讲 眼镜实在是差太多了 你现在说眼镜要先讲 你现在说鼻子要先讲 不是不是 我不喜欢从一样东西开始嘛 如果整张脸真的是眼镜好像很重要 请问他的耳朵是找在他的 他这样说耳朵要比眼睛高一点啊 然后耳朵又很小啊 然后耳朵下面又要跟鼻子在 所以我这边调了很久耶 我在他的五官上面调了很久耶 但是他是今天我看起来最想亲近的一个人 真的吗 对对对 真的吗 他最可爱 What 好的 他很像杰克文 你那时候想要买的那个人偶耶 哪一个人偶 那个marionette啊 就是那种操控的那个操偶 是吗 对啊 这个很恐怖耶 你第一个那个才恐怖了耶 那个冷静冷酷的眼神 我每个都很恐怖啊 如果你想知道听觉会师画出来的图案是怎么样 欢迎向秋远连Facebook观赏 或者是如果你就是本人 记得去把图案下载下来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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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Nas 超音乐 ź 憧憬在不言中 就算還沒認識 我們早就熟悉 愛不解釋 我要如此愛你 大家快躺好 下午大家要上班 不能躺好吧 馬克叔叔要說故事囉 好棒喔 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師 現在他們在講的是四種心理狀態 心理地位 現在他們要進入這個心理地位 叫做我好你不好 這種人必然認為自己比別人好 他們玩的遊戲是神奇 或是批評別人 這種人有時候會居有權有勢的位置 他就會大玩這種遊戲 這個遊戲常在職場上面 就會是有人犯了錯 那上司注意到了 就會把那個犯錯的人叫進來 憤怒的罵他 小題大作 咆哮 這個遊戲就可以讓當事人合理的發怒 從而印證了我好你不好的心理地位 他們可以藉此證明兩件事情 一別人在本質上都無能又不可靠 二責備跟懲罰別人就是他的責任 他們會說不然那些人會以為犯錯沒關係 不幸的是這種遊戲越來越常見 尤其在組織機構裡面 有權勢的人很容易把自己想成嚴厲的父母 然後把員工當成不乖的孩子來懲罰 所以報紙上會有各種的霸凌事件 接著我好你不好還有其他的遊戲 那這個遊戲像是 你為什麼總是讓我失望啊 然後這樣講的人就可以印證他的道德優越感 另外還有一種遊戲叫做 你怎麼敢 就是你總是要攻擊跟譴責別人 那這種人呢是迫害者 他會利用每一個機會製造情境來批判跟處罰別人 他們的內在呢 不知道住著怎麼樣的迫害者才會導致這種行為 你認為這種自認我好你不好的人 最極端的表現可能是什麼呢 最極端的 他極端的可以怎麼樣啊 把人家逼去死嗎 對 就是殺人 還好很少人這麼極端 但你可能會聽過有些人這樣形容你的老闆 就是幫他工作真要命 因為呢在這種心理地位玩遊戲的人呢 可能都會處在父母狀態 而且是批評型的父母 這種人很容易批評人 動不動就發怒 還要想要用不可能達到的標準來評判別人 當然有時候他們會假裝是關愛的父母 我會說我這樣做其實內心比你更痛 我這麼做是為你好 這種心理地位的人還有一件事值得注意 他們很少或是他們從來不會沮喪 因為憤怒就是抵抗沮喪的絕佳防衛 憤怒的人從來不會覺得愧疚 因為他們總是怪罪別人 他們護衛自己的方式就是將內在的恐懼 投射到別人身上 這樣他們就可以把自己的怒氣轉給別人 舉個例子來說好了 假設一個我好你不好的人叫了計程車 結果車子沒有來 他可能會非常非常生氣 大發雷霆 那一個我不好你好的人會有什麼感覺呢 就我衰啊 就你在等計程車車子沒來 我想我可能會開始難過 想說為什麼司機忘記來接我了 我可能就會猜想他接到了更重要或更緊急的客人 然後我排在後面的 所以你有看出差異了嗎 就是憤怒的人 我好你不好的人就會覺得 這個司機很糟糕 但是我不好你好的人就會覺得 都是我的錯 都是我不好 所以那個計程車司機才不來接我的 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要跟大家說聲再見囉 聽到的歌曲呢 是來自娃娃魏無聲的Ophelia 我是瑪莉 我是瑪莉 我是瑪克喔 歡迎大家可以追蹤我們的IG 我們的Facebook 歐瑪克 瑪莉的象牙塔 Marine Tower 或是追蹤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上班可以聽囉 跟你說聲 掰掰 拜拜 這一群 昨天的話完全醒醒 他從轟狼身處找我走來 在我的手上放一個冰塊 說那是我從來沒有看過的海浪 冰块都还没有融化 她又开始说那些疯了的话 To be or not to be To be or not to be To be Ophelia Or not to be To be or not to be To be or not to be To be Ophelia Or not 她是她自己的十月疯狂 而我我将会被花瓣盖满 我将会像冰块融化在一条河上 那不会是一个答案 那是一条河人叶的呼唤 我并不知道我已经给了我的早上 还有我的中午 还有我的下午 我也并不知道也还有我的晚上 我的晚上 你的晚上 他的晚上 我们可以一起为别人不过 别人的晚上 他让我倒下 我们不在乱 是否它会是一条河 你不在乱 有几条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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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be or not to be to be Ophelia or not to be to be or not to be to be or not to be to be Ophelia or not to be or not to be to be or not to be to be Ophelia or not to be to be or not to be to be or not to be to be Ophelia or not 日出是免费的 夕阳也是 上夜是免费的 心